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回魂夜》 故事一开始,一个老太太去世了 老太太儿子阿坏和儿媳阿珍因为平时很不孝顺老太太 所以很害怕老太太回魂报复 只好在楼道里偷偷地给老太太烧纸钱作为补偿 夫妻俩烧完纸钱回到家却发现儿子小明不见了 没办法,阿坏只好去小区楼下找保安一起寻找孩子 阿珍走在家里等着消息 就在这个时候,老太太的鬼魂突然出现 并且一个劲地追杀儿媳 巧合之下,老太太的鬼魂附身在了孙子小明身上 就在这时,一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阿星 突然出现在小明的身旁 老太太的鬼魂见着和阿星有一些驱鬼手段 当即就被吓跑了 没过多长时间,精神院的人就找到了阿星 并且把她抓了回去 而刚刚发生的这一切 全都被一个刚刚失恋的女人芽芽看在眼里 芽芽对阿星有超能力这件事情深信不疑 就偷偷地潜进了精神病院里 想要去找阿星学习驱鬼 阿星告诉芽芽今天那个小区会有大事发生 与此同时,小区的保安见到了老太太的鬼魂 老太太说自己其实是被儿子儿媳害死的 小保安觉得自己仿佛知道了什么 本想报警,结果却遭到了阿坏的追杀 阿坏拿着刀在后面穷追不舍 小保安被逼到了一个巷子里 惶恐之中抓了一个路人甲来当人肉盾牌 没想到阿珍这个时候也拿着刀来凑热闹 最终小保安被夫妻两人逼得跳楼 这个时候阿星和芽芽突然出现 阿星冲着夫妻两人开了一枪吓住了夫妻俩 但可笑的是 阿坏竟然一个没猜吻直接坠楼而死 阿珍见丈夫惨死 就想穿上红衣跟随丈夫跳楼自杀 临死前还立下诅咒 说自己夫妻俩在死后投薪那天 一定会变成恶鬼回来报仇 然而阿珍万万没想到的是 阿珍竟然是一个可以治病救人的医生 无论自己死多少次 阿珍都可以将他救活 最后阿珍嫌救人救的太烦了 就亲手解决了阿珍 为了应对阿坏和阿珍的回魂夜报仇 阿星组建了一支安保小队 并且开始对他们进行了特训 为了使自己的训练让大家信服 阿星向保安小队展示了自己的本事 他让芽芽直接捅自己一刀 来证明自己刀枪不入 芽芽那也是对阿星特别有信心 拿着刀就冲了上去 结果直接把阿星捅进了医院 这下保安们对阿星的义务能力产生了怀疑 就在回魂夜当晚 阿星撑着自己的意志 勉勉强强赶了回来 至于他为什么会恢复这么快呢 是因为芽芽捅到的刚好是阿星的蓝尾 本事阿星就有蓝尾炎 这下子倒是恰好帮了他一个忙 阿星表示鬼魂只能用幻觉来作怪 并不能改变实际的事物 所以只要大家控制好自己的思想 不要随便陷入鬼魂所设下的幻觉当中 那么就不会有事情 下一刻阿珍的鬼魂打来了恐吓电话 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一个福建小保安 这下可好 女鬼根本就听不懂保安的方言 你一句我一句一人一鬼差点吵了起来 另一边一个保安打开水龙头 发现留下的都是血 想起阿星说的这些都是幻觉 保安撞击胆子 直接拿这些血洗起了脸 最后屡屡吓人失败的阿珍生气了 直接附身在了芽芽的身上 阿星见状二话不说 当即把阿珍的鬼魂从芽芽身上逼了出去 紧接着阿星用盆栽布下了一个法阵 成功的解决掉了阿珍的鬼魂 与此同时 阿坏的鬼魂趁着这个空档 直接附身在了阿星的身上 自己将会把阿坏的鬼魂困在自己身上 他让芽芽赶紧杀了自己 这样自己就能和阿坏同归欲尽 最终芽芽忍着心痛用电锯批了下去 一夜风波到此结束 第二天芽芽和保安小队全部进了精神病院 在阿星头七的那一天 阿星的鬼魂现身来和芽芽告别 这个场面相当的唯美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 这其实是一堆精神病人凑在一起产生的鬼故事 所有的一切都是精神病人们的幻想而已 电影看完 阿星想问大家一个电影方面的小问题 你们知道心仪和莫无畏之